熊猫天天讲故事 听故事 长知识 我是你的好朋友熊猫天天 今天呀天天要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 扁鹊见菜还宫 春秋时期有一位叫秦月仁的名医 医术非常高明 人们都用传说中的名医扁鹊来称呼他 他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 是著名的御医 有一天扁鹊寻诊去见蔡桓公 两人打完招呼 扁鹊就在桓公身边站着 仔细地观察他的面部 蔡桓公被看得有点毛 忍不住问扁鹊说 秦大夫 我的身体很健康吧 是不是连今年的体检都可以不用做了 扁鹊摇摇头说 您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健康 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 您应当及时治疗 以防病情加重了 桓公不以为然地说 我的皮肤好得很 瞧一身的骨铜色 都是我特地去海边晒出来的健康肤色 用不着什么治疗 扁鹊听蔡桓公这么说 只好先告辞了 扁鹊走了以后 桓公不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 瞧把老秦给能的 我听说当大夫的人总喜欢在没病的人身上显能 以便把别人的健康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 我才不上他的当呢 十天以后 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 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桓公的脸色以后 急切地说 不好了 您的病到肌肉里去了 如果不治疗 病情还会继续加重 桓公对他说 我的身体好得很 没有什么得病的感觉 你还是先请回吧 扁鹊走了以后 桓公对身边的人说 瞧啊 姑有又升级了 还对我使出恐吓大法来了 我就是不信 不让你性情地赚这份黑心钱 又过了几天 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 他看了看桓公 说道 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胃肠里去了 如果不赶紧治病 病情将会恶化 桓公听完后 哈哈打笑 病到胃肠里去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今天中午刚吃完一盆毛雪旺 也没有感觉 尾肠有一丝一毫的不舒服 还有 别动不动就说我的病情会变坏 我可不是吓大的 照旧又隔了十天 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 两人刚一见面 扁鹊扭头就走 这一下倒是把桓公搞糊涂了 他心想 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 桓公派人去扁鹊下榻的酒店问明原因 扁鹊说 一开始 桓公皮肤患病 用汤药清洗 火热酒肤容易治愈 稍后 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 用针刺数可以攻克 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 扶草药汤剂还有疗效 可是目前 他的病已入骨髓 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 得这种病的人 能否保住性命 我完全没有把握 我若再说自己医术精通 手刀病除 必将遭来祸患 送走桓公派来的人以后 便却立马退了房 马不停蹄地 跑到秦国去了 桓公浑身疼痛难忍 他看到情况不妙 主动要找扁鹊来医治 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 扁鹊已经逃往秦国去了 桓公这时后悔莫及 没过几天 他就病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对于自身的疾病 以及一切坏事 都不能毁及记忆 而应当防危度见 正是问题 及早采取措施 予以妥善地解决 否则等到病入膏肓 酿成大祸之后 将会无药可救了 好了 小朋友 本集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 只要说出通关口令 小度小度 下一集 我们就能马上去认识新朋友了